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6月5日 已經是 星期一了 跟大家說一下二手樓 最近有一宗很離譜的洩漁 其實 離譜是不懂的人才會覺得離譜 有聽到我們節目的 會覺得很正常 為甚麼呢 跟大家說說比例 一個1430萬買回來的單位 竟然 10年後 賣出 要虧 630萬 足足輸了44% 44% 是甚麼概念 跟大家說一下 即是接近沒有了一半 買新樓 持有10年 一手買入 要差不多虧了一半 大家想一下有多嚴重 這個單位叫Yo Residence 其實他就在銅鑼灣 這個盤 當時好像是資本策略 還是我忘記了哪一家 總之不是一個大發展商來的 是銅鑼灣道一個小的地盤 建出來一棟單棟樓 當時賣了 1430萬 實用面積是355呎 即是說每一呎是4萬元 現在 只能夠賣回800萬 持有10年 賣800萬 輸了630萬 現在的赤價是22500 即是虧了多少 18000多 接近19000元一呎 當時賣是1430萬的一手買入 持貨10年就輸了 40% 這件事 可以說是一個 新樓來說 最大幅的 虧弱 很多年前 大家有聽到我們節目 就知道 其實 香港的新樓 尤其是現在 近10年的新樓 全部都很離譜 他賣的價 是拿了你未來10年 的升幅 即是說你買回來10年也可能不升 不升很幸運 現在不是吃了你10年的升幅 買10年 要輸接近一半 最終他只是賣回22000多元呎 為甚麼會那麼嚴重呢 主要就是因為 單位 尺數小 現在逢那些尺數小的納米樓 最虧得金 現在這個在銅鑼灣 人們打算很方便 結果就糟糕了 這個其實景色也不錯的 也是看到維港景的 維港景800萬算不算貴呢 你說貴又可以 你說不貴又可以 你的錢多到沒有用的就沒得說了 當然現在全香港的樓其實都有問題 因為 香港面對的問題是一個政治的大問題 政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東西 當政治 出現一個危機的時候 這個地方任何的資產都是不值得買的 而香港我們已經界定為 政治 極為危險的地區 接下來還有機會面臨一個戰亂 我們看到最近樓市也不是太理想 很多移民盤 急劈 在屯門 防協的一個警申台 三房單位 累積減了90萬 第二市場以490萬估出 減價15.5% 也有 拍賣場 以低價散貨 例如 最近有幾個在市區的盤 以三字頭 開拍 土瓜環一個單位 單獨樓來的 350萬推出來 比銀行股價低了足足25% 這個物業 鄰近殷榮花園有電梯 樓齡24年 實用面積只有274呎 還有一個天台是特色單位來的 所以這次 拍賣場的價錢是350萬起跳 銀行股價468萬 所以這次比銀行股價低了110多萬 正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為甚麼我們當時告訴大家新樓 不值得買呢 原因就是新樓 他們的日價很高 他們賣到盡量 結果你買回來 你就吃光了整個日價 當泡沫一燒進來的時候 你的杯 酒或是一杯汽水 只剩一半 這個 就是當時我勸大家 千萬不要買新樓的原因 為甚麼要比較呢 剛剛相同 一個十年 大家都是用十年 就是上水 餘生黃庭 最近有一個 異作高層私息的成交 單位面積618呎 實用面積438呎 實用也是比剛才那位 Your Visitor 多百多呎 剛才那位 355呎為港境 這個 就是 上水 當然 位置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 他叫做甚麼 賺錢 為甚麼 因為他開價是650萬方盤 結果 獲區內買家 坐價 坐到608萬成交 減少了40多萬 新佣車價是13800 業主當時 買回來是13年 202萬買入 遲貨10年 賺404萬離場 升兩倍 大家都是遲貨10年 13年買的 一個 1430萬買回來 現在只能賣800萬 一個 當年202萬買回來 現在是多少錢 現在賣了606萬 好了 即是說 當時是買上水的二手樓 可以賺兩個開 但是當時 買港島的 假豪宅新盤 要虧一半 這個就叫做比較 傷害了 這是同一個 東方日報的新聞 大家都是持續10年 在上水買一些便宜的二手樓 所以我告訴大家 赤價 很重要 香港 你把兩個赤價對比 你就會感覺到 新樓完全是找品實的 全部騙人的 當時大家想想 202萬 有400多呎實用 5千多元 現在 賣1萬多呎 撿2個開 結果當時4萬呎買的新樓 現在又是賣2萬2呎 跌了一半 禁制 所以 我們一直告訴大家 新樓的泡沫很大 千萬不要賣新樓 尤其是赤價貴 當然 萬多呎新樓那些 可能沒甚麼事 甚至乎都會賺錢 但是當去到三萬多四萬元呎買的新樓 我真的可以 負責任地這樣說 大部分要輸錢 而且 尤其是 三四百呎的 納米樓 很小的樓 那些 一定是虧得 很金的 四萬元一呎買銅鑼灣 到 其實銅鑼灣到 那裏當然是 跟銅鑼灣不一樣 已經不是真正的銅鑼灣來的 已經是接近大坑 那裏 大家想一想 為甚麼我們一直警告大家 原因就是那個泡沫 因為很多人不明白 就是 他發展商 就買了一杯啤酒給你 衝下去 泡沫很大 你覺得買了回來 誰知道 泡沫一退卻 只剩下一半 半杯也沒有 所以我們就 當時 警告了大家 有聽過這個節目 一定知道 千萬不要買新樓 尤其是赤價貴的新樓 這個比較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一個 這一個很強調的對比 只要把這兩件東西拿出來對決 一個 so 上水的漁王亭 大家 兩者對一對 就會看到那麼差價 怎麼差那麼遠 現在香港的 其實真的有句說話 發達容易 賺食艱難 為甚麼 原因就是 香港 尤其是有錢人 他們賺的錢很容易 因為他們透過錢賺錢 普通人 想賺個飯盒也十分之艱難 尤其是現在 當然你說要打工仔 周圍都要求人 因為不夠人手 現在打工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你也要付出 很多 努力嘛 你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你也要辛苦 現在幸好是甚麼呢 外面有很多房子 沒有人住 所以接下來會有一個 減租潮 現在很多店舖都沒有人租 或者大幅減租 接下來 很多東西就會減價 原因就是租金跌了 正常來說 所以 真的大家要認真去研究一下 這兩件事 即是把這兩件事的成交一拍賣 大家就立即對比到一個傷害性 當時已經有聽我們的朋友 絕對不會來這些 我們想跟大家 做一個前瞻 最重要是樓市 每個地方的樓市 升不升 取決於它的需求 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本地人的剛性需求不足 而大陸 他會不會泵好很多人下來香港呢 也會 不過問題 他現在泵好很多人下來 真正有錢的 不算多 現在泵好很多人下來的 反而住公屋 普通的基層或者 拿福利 你真正對香港樓市的 刺激作用 減低了 以往的香港有些投資移民 在200多年的時候 650萬人在香港買樓就可以投資移民 然後就引了一大群內地人來買樓了 把香港樓市由三四千元呎炒上去 兩三萬元呎 當時2003年 擎天本島 是三千多元呎 擎天本島 讓日居也是三千多元呎 當然讓日居是比擎天本島更便宜的 然後 到了現在 到了這麼貴 動了兩三萬 三四萬的時候 現在就死了 你買那個就死了 所以 其實赤價 也是一個衡量的價值的很主要原因 你的赤價那麼貴 你刪掉上來就會很金 首當其衝 而且 真真正正你的單位也不大 355呎 所以 大家一定要 如果 真的要買樓也要考慮 不過 我們是 不建議大家在香港賣樓 即使 你要在香港住 你也可以 不在香港賣樓 甚至乎 你應該賣掉那些層樓 因為 政治的風險 是遠遠大於其他的經濟數據 當然經濟數據也不漂亮 現在大陸的經濟崩潰就崩潰了 那個失業率 那個 經濟復原 根本就 其實復原不了 他們也知道 加上政治的不穩定 習近平隨時有機會 再發動一次文革 甚至乎對台動武 這些 也不可能 可以在這個地方買樓 所以 香港 我們跟大家警告過很多次 真的能夠一個一個 救不了那些沒辦法 希望他們可以安息了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 許可樂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 哇 好 4 6 5 感谢观看